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知道有好多好多时候 是真的挺拽挺让人看着很烦的 可是我想说 好 我感谢 首先我先说说一句感谢 我感谢默默在我直播间 待了好多好多天的你 我感谢那些看透了我 却一直陪在我身边的这些听众 似乎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宁可装傻 我们宁可不作声 我们也不想自作通明对吗 想想 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句话 可不可以走到你的心中 想想有多少人 不停地在更换着我们身边的 那些个性签名也好 我们的朋友圈也好 我们的QQH 我们的微信 以及我们的YY的个性签名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这首歌响起 我们所有更换的个性签名 是不是只是为了 让某一个人有所感触 所以最好的感觉 是不是某一个人给你的 那份小灾 会和爱攀住 众生孤寂 挣不脱 逃不过 眉头戒不开的剑 命中戒不开的剑 是你 而我想说 好 有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也许在自己心中 最疼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而是有很多时候 我会不会害怕 我得到以后 我反而更加的不快乐 所以有的时候想象一下 人生有的时候 总是很累很累 而我们现在不累的话 我们会不会以后更累 也许时间对我们 每一个人而言 都是担心到 过去了就回不来了 所以我从来不把 名利看得太重 给我的 自然会来到我身边 如果说 我命中没有的话 那我自然而然 就会求不到 就算我用各种各样的 手段跟方法 能得到的话 也是短暂的 反而让我觉得 更加的不踏实 而这样的手末 让我想到的 让我看到的 只是你对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份情感的 那份执作 但是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希望这首歌曲 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句话就是 你的执作 可能你会认为 这叫做专一 你有想过吗 有的时候 我们的执作 叫翻箭 年少时过前程 发布的事 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 这万福是 结局还是 兄弟们 给我扣出那个抱抱的小情 就是那个最温暖的抱抱 我被爱唐出 终生孤寂 而我想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送给大家一句话好吧 也送给我们的浩同学 要么行走在路上 要么你去阅读别人的行走 无论怎样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长长见识 要么自信 要么绅士 要么优雅 而我可以不漂亮 但是我想说一个女孩不可以没有气质 所以这个就是我存在的价值跟理由 可能有很多听众说了 你一点都不好看 你一点都不漂亮 你为什么还如此装逼呢 没办法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每一个人都会高冷傲 那我想说我的高冷傲 是你们给我的在乎 也就意味着我今天所有呈现出来的一切 不就是你们纵容我的吗 否则我怎么可以有立足之地啊 感谢麦上的 感谢贵宾席的 感谢贡献榜的 感谢直播间每一个打字刷花的 就是因为你们对我的支持 才纵容着我的今天 否则我算个球呀